本文獲得作家馮希乾先生的授權 轉載自馮希乾13圍到Patreon 表題是《讀屎片》 律政司入稟法院 申請禁止公眾傳播完榮光歸香港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今早發表偉論 指鏗歌或改歌詞皆可能犯法 就算你指就旋律不唱歌詞 或會議唱錯歌詞或加入其他歌詞 你都未必改變到他背後代表的意義 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地方 需要外國勢力解放我們 脫離國家制度之外 這樣解釋袁榮光真是文所未文 有沒有記者可以追問湯大狀 歌詞哪一句看得出外國勢力呢? 如今袁榮光簡直變成了另一首《何日君》在來 任何人都可以在裡頭解讀出自己想要的意思 許多人都不知道鄧李軍唱過的《何日君在來》 《賀逸君在來》分明是漢奸歌 又懷疑君是指共產黨 是召喚共產黨返回上海的暗號 也是一度禁播 到了文革 作者劉雪鵬被抽出來 有人指 《賀逸君在來的君》暗示日本皇軍 你還不是大漢奸? 結果劉雪鵬被批鬥得很慘 如今在聽這首唱著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的《賀逸君在來》 大家應該明白他被禁播有多荒謬 但是到了2023年的中國香港 居然還有一幫人樂此不疲 玩君自有皇君、共君和國君三個意思的白癡遊戲 其中一個還是昔日港大牛津法律系高材生湯家驊 法律知識是這樣用的嗎? 最好笑是湯家驊為了假裝言之有利 符合國際標準 竟然引用意大利禁止新法西斯黨的法律 說法西斯主義已經被異國禁止 即使創辦人聲稱和異戰法西斯的理念有別 但應列為違法 最後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 仍被駁回 湯家驊介義表示 不應該苟前歌曲某一個旋律 而是應該照顧該旋律 文字背後所代表危害國家的定義 我不是法律專業的 但憑常識也知道 你要比較就應該找蘋果跟蘋果給 現在律政司要傳方位 包括在網上 禁制一首歌流通 而非禁止有人在香港註冊成立革命黨 請問跟意大利禁止法西斯黨有什麼關係呢 查意大利法律 明文禁止的不是一套無形觀念 更不是什麼文字背後所代表危害國家的定義 而是一件非常具體的事物 即是那個已經解散的法西斯黨 意大利政府只禁止重組去日法西斯黨 但新法西斯黨 好像三式火焰黨 新力黨 都還是合法的 意大利法律禁止的對象 具體而明確 而非萬無邊際任你救揭的 此其一 第二 港府禁的是一首歌 湯家說如果要比較 為什麼不提法西斯黨歌青年 Juvenisa呢 意大利政府禁止復興去日法西斯黨 對 但他們有沒有下令Google YouTube 不可以傳播Juvenisa呢 沒有 據2014年一篇二媒報導 意大利有學校甚至會在科學科的通識班上 教學生唱Juvenisa 目的是為了認識歷史 也一度引起家長爭議 當時教育部反應不是派警察封校抓人 而是說這個關乎學校內部問題 學校有自主權 歌由校方回應 意大利跟香港的分別夠清楚未 一個資深大律師為了混淆視聽 曲解歌詞也算了 但連最基本的比較原則也不說 真是老套些都要問一句 讀屎片的你 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的立場 請問一下